看这个题,他说四边形A,B,C,D是平行四边形,已知各个黄色区域的面积,他问红色这一块的面积是多少,这个题啊,说是在中国五年级的孩子,一分钟就做出来了,我在这里停一下,如果你有兴趣,可以做着试试看。 看这个题怎么做,加了一些辅助线,这个线是平行四边形的高,这里是垂直的,然后这个线啊,是平行四边形另一条边上的高,这里也是垂直的,给他这个高标记一下,这个是H1吧,H1,然后这个是H2吧,H2,然后把这些区域标记一下,一会解释的时候方便。 这个就是A吧,小A,然后这个是小B吧,这个是小C吧,这个是小D吧,这个是小E吧,这个是小F吧,这个是小G吧,然后给这里标上字母,这个是大E吧,这个是大F吧,这个是大G吧。 先看啊,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,平行四边形ABCD的面积,它就等于底边乘高,那就等于底边CD的长度,乘上CD上的高H1,它也等于底边AD的长度,乘上底边AD上的高H2。 再看这个三角形ABCD的面积,三角形ABCD的面积,它就等于1分之1乘底边AD,再乘上AD上的高,它就是H2,再乘H2。 那这个三角形ABCD的面积,那这个三角形ABCD的面积,就等于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了,就等于1分之1平行四边形的面积。 再看这个三角形AED的面积,三角形AED的面积,它就等于1分之1乘上DE,再乘上DE上的高,DE上的高,就等于HE了,乘上HE。 再看这个三角形FCE的面积,三角形FCE的面积,就等于1分之1乘上CE,再乘上CE上的高HE。 然后这个三角形AED的面积,加上三角形FCE的面积,就等于1分之1乘上DE。 再乘上DE,再乘上HE,再等于,这个DE加上CE,就是CD了。 那最后,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核,就等于1分之1乘上CD,再乘上HE了。 那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核,也是这个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。 那最后,这个三角形AED的面积,就等于三角形AED的面积,加上三角形FCE的面积。 那三角形AED是由这几部分组成的,那就是小B的面积,加上小E的面积,再加上小C的面积,再加上小G的面积。 这四部分组成,然后这个三角形AED是由小A和小B组成。 那小A加上小B,然后三角形FCE是由这个小D和小C,还有小F组成。 这样的话,这两边有重叠的部分可以消掉。这个小B和右边的小B就消掉了。 还有这个小C和右边的小C就消掉了。 那这样的话,最后就会得到小E的面积,加上小G的面积,等于小A的面积,加上小D的面积,再加上小F的面积。 那这个小A的面积就是红色区域的面积了。小A的面积就等于小E的面积,加上小G的面积,再减去小D的面积,再减去小F的面积。 那就等于小E的面积是79,再加上小G的面积是10,再减去小D的面积72,再减去小F的面积8。 那最后这个等于多少?这个应该就等于9了。那就是这个红色区域的面积就是9。 他这个题就这么算。一开始看着挺乱的,但分析一下不难。看在中国五年级的孩子一分钟就算出来了。 那他们肯定是这方面训练受的比较多。如果即使知道这些基本知识,他没做过这种题,一开始看可能也比较懵。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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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